现在是下午5点半 拿海鲜批划舌展逛一下 这个啊 这个很好吃啊 这种搬运压力多少钱啊 这个蘑菇鱼呢 蘑菇鱼啊 多少钱呢 你蘑菇鱼便宜一点给我啊 这是本地黄色的方鱼啊 要25块钱 这什么荒车鱼啊 不是荒车鱼 荒车鱼便宜多了 荒车鱼才几块钱 你20块钱卖给我 我知道 现在不行了 那时候剩一两只 眼睛闭着满卖了 是不是 那你卖我一只吧 我改天还要过来买那个 我想货这么多了 迷一点啊 这个东西会好啊 收吧 东西会好才是方便 好大啊 太大了 哪一只啊 多少钱啊 五斤六两啊 五斤六两啊 放多少钱给我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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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冰块换一点啊 要不要冰块换一点啊 要不要这样子啊 你泡沫就要帮我冰块一点吗 我换在那里可以换到明天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文哥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昨天下午五点多去海鲜批划市场 溜达了一千 买了一条魔鬼鱼 来 给你们看一下 这种鱼很奇特 长得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耗鱼有点像 扁扁的 而且尾巴特别长 这一根尾巴多了九十厘米长 真的好长啊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没有见过这种鱼 更别提吃过了 有吃过的小伙伴打个一 没吃过的小伙伴打小文哥最帅 其实这个鱼是鱿鱼里面的一种 我们这边人经常叫它魔鬼鱼 或者老板鱼 你看 它虽然叫魔鬼鱼 但是它的腹部长着一张娃娃里 特别的可爱 但是这样子正面看又有点像癞蛤蟆 而且尾巴连着背上 还长着一整排的翅 那我们今天来做红烧吧 先去把鱼给处理一下 这个鱼很奇怪 它的肚子是这样子圆圆的都在这里面 你看这个鱼的鱼竿好大 这种鱼的鱼竿很好吃的 现在给它冲洗一下 第一次杀这个鱼 感觉很有意思 哇 两个洞洞 哇 终于处理好了 现在给它切一下 这个尾巴切掉不要 现在给它对半开 再给它冲洗一下 今天这个鱼比石斑鱼头好处理多了 而且这个鱼竿大麦也特别的贵 现在要拿去焯掉水 今天会不会有很多小伙伴又喷我鱼来焯水 如果有的话记得轻一点喷 你不焯水也是可以的 就是尿烧味重了一点 这种鱼和鲨鱼一样 它是通过皮肤排尿的 所以你不焯水它的尿烧味很重 鱼竿也给它放下去焯一下 拿点生姜 青红酒 可以了 把它也捞出来 再给它冲一下就可以开始炒了 锅烧热倒油 葱姜蒜干辣椒 倒出香味 来一勺酒糟 给它炒出香味 倒入超过水的蘑菇鱼 炒香以后开始调味 青红酒 糖 盐 蚝油 生抽 加水 来点红红绿绿的东西 出锅 撒点葱花 淋上热油 哇 这个真的鱼竿好香哦 是来过可乐吗 先给你们来块大鱼肉 来 粉丝先吃 我先替你们尝一下 这个肉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吃的那个鲨鱼肉 但是它这个整体的比鲨鱼肉更好吃 口感比鲨鱼肉更好 而且我觉得味道也比鲨鱼肉也会更好 哇 这个边边非常脆 因为这种鱼是软骨鱼 这个边边都是软骨 非常的脆 好吃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枕头鱼最精华的部位 清蒸鱼干 哇 这个味道绝了 你们肯定猜不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有吃过的小伙伴可以打出来 真的非常好吃 又鲜又香 我先吃点花 又要再告诉你们这个是什么味道 这个鱼一点吃都没有 真的非常消化 哇 这个味道真的太鲜了 你们猜到这个是什么味道了没有 这个就跟蟹膏的味道一模一样 所以说这个鱼干非常好吃 非常贵 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我刚才稍微拿来焯了一下水 一点心味都没有 当然这个鱼干也是可以不用焯水 但是这个鱼一定要来焯水 这个鱼干的味道真的太香了 吃了根本停不下来 今天这个鱼实在太香了 特别这个鱼干非常非常的香 我觉得今天这个100多买这个鱼干都值了 满满的都是那种蟹黄的味道真的太香了 OK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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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